位在金山区的阳津公路旁 日前有民众向新北市环保局检举 在眼前这间妈祖庙旁边 有一间地下的金属洗涤工厂 而在17号上午 由基隆地检署的检察官 惠同基隆市警局 与金山分局侦察队 以及新北市环保局前往稽查 发现这间工厂 长期在附近的土地上 排放重金属废水 并且就地掩埋淤泥 而警方也在当场将张姓负责人 以及涉案的等14名员工 依废弃物清理法 及水污染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法办 检察官他只会侦办 就会同我们这个 基隆市警察局刑警大队 还有本分级侦察队 共同去侦办 朝会一名张姓的祖贤 跟14名员工 他们的作案方式 就是四处去收起 这个电子工厂的 这个废弃的IC板零件 然后再去强酸 去萃取它这个铜金属 然后去变卖 其他的这个污染的汇水 都会排入在地底下 地面上这样子 本案由我们基隆地检署 成立专业小组 还在继续侦办当中 警方表示这间工厂并没有登记 而在查证过后 发现张姓负责人 在去年7月以女儿的名义 在桃园成立凯伦金属有限公司 并且领有甲级环保清除公司的营业证 利用合法掩护非法 四处向电子公司收购废弃的IC板 送到金山地下洗涤工厂 用强酸萃取铜金属后 加以变卖 除了以后就把污泥 就对置在长区域范围内 然后另外就是作业过程里面一些 因为露天对置可能一些污泥 或是下雨的时候会丢到外面去 然后就弹出一些废水的东西 那整个排出去当然它会涉及到 违反那个 非救清理法跟水位浪防治法 这就是违反的规定 那当然这违反规定最终它基本上 因为涉及到非救清理法 没有取得许可证来 从此这样作业的部分 它会最终可以除 5年以下有其徒刑 并科300万的一个法金 眼前的土壤很明显的被染成一片黄色 环保局勘察发现 附近的土壤有大量的重金属物质 而被污染的土方将近有1700立方米 不效业者透过自己挖的地下管线排放 严重污染环境 而环保局表示 最终可以依事业废弃物清理法 除5年以下有其徒刑 并科300万元的法金 而张信负责人等14名员工 在警方的征讯后 将全案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记者许端一 金山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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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